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想着出风头 他终其一生 不断地去向外界求证 把自己塑造成外界认可闪闪发光的样子 萨尔曼先生 从很小的时候 脑袋里就扎根了一种想法 就是想要在众目睽睽之下 被授予勋章 然后再带着这枚勋章招摇过世 去收割别人羡慕嫉妒的目光 在小的时候 别的孩子都喜欢戴军帽 而他呢 却佩戴新智的帽牌荣誉十字勋章 每次上街 他都会把手交给母亲牵着 神气活现地挺起挂着红缎带和金属星星的小胸脯 他学习成绩很差 高中会考没通过 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过由于家境殷实 他娶了一个漂亮姑娘 他们夫妇在巴黎过着有钱人的生活 和外界没有往来 只在自己的圈子里混混 因为认识了一个可能当上部长的议员 以及和两个局长交好而洋洋自得 在他脑子里 那个天生的想法却挥之不去 只是他无权在自己的礼服上佩戴红手带 因此终日郁郁寡欢 在街上 每每遇见戴勋章的人 他就会感到耻辱 他斜眼瞟他们 心里羡慕嫉妒恨 有时候 在下午 百无聊赖之际 他就会一边散步 一边数那些戴勋章的人 心里念叨 看看我能数到多少个受勋者 就这样 他一边慢悠悠地走路 一边观察路人的服饰 他的视力突然变得异常灵力 从老远的地方就能分辨出勋章断代的小红点 走完全部路程时 他总会对人数之多感到惊讶 十七个荣誉骑士 八个荣誉军官 寻位 真多呀 如此烂发勋章 真是愚蠢 让我看看往回走 是不是还能找到这么多呢 于是 他又慢悠悠地往回走 拥挤的行人 妨碍了视线 有可能使他漏掉了几个 这真是遗憾 除此之外 他还知道 在哪些街区 带勋章的人最多 王宫区最多 割剧院大街附近 不如和平皆多 马路右边比左边多 这些受勋者 似乎还特别习惯光顾 某些特定的咖啡馆和剧院 萨尔曼先生 每次看到一群白发老先生 停在人行道中间干扰交通时 他就会暗自说 瞧瞧 这就是军官勋位的受勋者 他真想上前和他们打招呼 他还经常注意到 军官勋位和一般骑士勋位 在气质上截然不同 他们的帽子也不一样 可以明显感觉到 他们更受尊敬 有时候 萨尔曼先生 也会非常恼怒 一看到拥有勋章的人 有这么多 他心里就很不痛快 就像一个饥饿的穷人 经过高档食品店一样 一回到家中 他就要高喊 要到什么时候 我们才能甩掉这个 愚蠢荒唐的政府呢 他的妻子 则会大吃一惊 你今天又怎么了 他回答说 到处都是不公平 我一瞧见就有气 但是吃完饭 他又出去了 他要去勋章店 仔细查看 他认真观赏各种形状 各种颜色的勋章 恨不得全部占为己有 然后他想象着 在一场公众仪式上 在一个人头攒动的大厅里 在宾客们的交口称赞中 他走在队伍最前列 胸前佩戴着一枚枚密密麻麻 闪闪发亮的勋章 一直排到腰上 他把高顶大礼帽压在叶下 迈着庄重的步伐 犹如一颗闪耀的明星 在骚动的人群中 引起一片赞叹 和燕献 哎 做个梦而已 他可没有任何值得 受勋的身份 萨尔曼心下 荣誉军团勋章 对于像他这样 没有担任过 任何公职的人来说 简直太难得了 或许 我可以试试 学院勋章的学官勋尾 但他不知道 从哪下手 便把想法告诉了 还在惊恶中的妻子 学院勋章的学官勋尾 你凭什么 他怒了 听懂我要说的话 我正是在琢磨该怎么做 你有事真不开窍 后来呢 他想到个办法 就对妻子说 你去给罗斯兰议员说说 他能给我好的建议 我 你懂的 我不好直接向他提这个问题 这很微妙 很有难度 但对你来说 就自然而然了 妻子按他的要求做了 罗斯兰议员 答应去和部长说一说 答复是他必须申请 并列出他的职称 职称 好吧 他连高中会考证书都没有 他竟然行动起来 开始写一本 叫做论人民的受教育权的小册子 不过因为肚里没祸 文章没有写成 他又连续找了好几个比较简单的题目 先是视觉上的儿童教育 他主张 在几个平民区 为儿童建造 免费剧场 父母可以从小就带他们去 用幻灯片 交给孩子们种种知识 这和正式上课一样 视觉能启发大脑 图像会深刻地印在记忆里 这样就把科学变成了可视的了 还有比这更简单的吗 这种方式可以教授通史 地理 自然史 植物学 动物学 解剖学 等等 接着 他又论述起街头图书馆的议题来 主张国家在街道上设置一些水果商贩式的小车 上面装满书 每个居民 每月付一块钱 就能在当地的小车上 借阅十本 人民 萨克尔蒙先生感叹 只会为了娱乐放纵费心思 既然他们不愿去接受教育 那就让教育来找他们 然而这些文章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不过他还是提交了申请 得到的回复是 已经注意到了您的大作 正在研究 他自以为肯定能成 便一直在等 但是什么消息也没有 于是呢 他决定自己走动一番 他求见国民教育部部长 接待他的是一位年轻庄重 一本正经的机要秘书 那人呢 像弹钢琴一样 摁着一串白色的小按钮 呼叫侧厅的接待人员 侍者以及下级职员 秘书明确地告诉求见者 他的事情进展得很顺利 建议继续开展其出色的研究 于是 萨尔曼先生 又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去了 罗斯兰议员 现在似乎非常关注他的进展 他甚至提出了很多切实可行的好建议 另外 议员本人也是受过勋的 尽管无从得知他凭借什么获此殊荣 有一天呀 这位议员先生来到他这位朋友家吃饭 几个月来 他经常来他家吃饭 他握着萨尔曼先生的手 翘身说 我刚为您争取了一件好差事 历史文献委员会将交给您一个任务 在法国的各种图书馆里做研究 萨尔曼只觉得头晕目眩 激动得差点昏过去 一个星期后 萨尔曼出发了 他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的游走 查阅图书目录 在落满灰尘的旧书阁上 漫无目的地搜寻 一天晚上 在卢昂时 他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妻子 他们已经有一个星期没见了 于是 他坐九点的火车 到家时已经是半夜了 因为带着钥匙 他便悄悄进了屋 欢喜地浑身颤抖 高高兴兴地想给他一个惊喜 不料 他却锁了卧室的房门 真扫兴 于是他隔着门喊道 亲爱的是我 他大概是吓了一大跳 因为他听见他跳下床 像在梦中似的自言自语 然后他跑向了洗手间 开门又关门 吃着脚 飞快地在房间里跑了几趟 震得家具上的杯子直响 折腾了一阵后 他问 真的是你吗 萨尔曼 他答道 当然是我了 快开门吧 门开了 妻子 妻子 他结结巴巴地说 这 这件外套上 有勋章 随即 妻子一下子跳了过来 将衣服 一把 抢到手里 不 你弄错了 把它给我 但他呢 始终抓住一条袖子 不松手 发狂似地重复 这是什么 你给我说清楚 这是怎么回事 他用力地 从他手里夺来 结结巴巴地奉叫 听我说 听我说 把它给我 我不能告诉你 这是个秘密 听我说 但是 他已经火了 脸色煞白 我要知道 这件外套 是怎么回事 于是 他冲他喊道 是你的 我发誓 听我说 你受熏了 他一个机灵 抖起来 手一松 放掉了那件外套 跌倒在椅子上 你是说 我受熏了 是的 这是个秘密 一个秘密 他把那件光荣的衣服 收进衣柜 战战战 战战兢兢地回到丈夫身边 他又说道 是的 这是件新外套 我让人给你做的 但我发过誓 什么都不告诉你 一个月之内 不会正式宣布 必须等你完成任务 你本来只有在最后回来时 才会知道 这是罗斯兰议员 为你争取来的 萨尔曼 只感到一阵晕眩 他哆哆嗦嗦地说 罗斯兰 受熏 他让我受熏了 啊 一张白纸片 从外套口袋里 滑落到地上 萨尔曼捡起来 原来是一张名片 上面写着罗斯兰议员 现在你明白了吧 他妻子说 他高兴地哭了起来 嘴里嘟囔着 这下 勋章终于到手了 一个星期以后 政府公告 正式宣布 萨尔曼先生 应成果捉住 被授予了荣誉军团 骑士勋章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